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先讲WordPress 我们可以先进入百度 搜索WordPress 前两条都是广告 第三条是WordPress的中文章 这一条是WordPress的英文官方站 这个网站的服务器在国外 国内访问速度会比较慢 WordPress官方网址是wordpress.org 中文站是cn.wordpress.org 是一个CN的二级域名 建议在它的官方网站 也就是不带3w也不带cn 这个网站上下载 其实带3w也可以 带3w自动会跳软到 不带3w的域名 它们是同一个网站 从这点击 获取WordPress 当前它的最新版本5.1 我记得前两天还是5.0.3 WordPress的原代码包一共是11兆 比以前好像大了点 看看中文站现在是多少 当你们看到视频的时候 在访问这个网站 这个版本估计会比我这个高 建议选择目前的最新版本 一般它的中文站的版本 比英文站的版本要落后 建议从英文网站下载 英文网站下载的WordPress包 也可以选择简体中文 这个没关系 先让它慢慢下载着 WordPress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叫wordpress.com 这个域名需要翻墙才可以看 wordpress.com和wordpress.org 是一个公司的两个产品 这两个产品的区别 在wordpress基础课 那个免费的课程里有介绍 简单说一下 wordpress.com这个产品 它是需要付费的 它有免费版 免费版不允许绑定域名 付费版一共有三个 这三个版本会有不同的限制 和不同的功能 其中属商务版功能最强大 wordpress.com的产品 相当于wordpress公司提供了服务器或者是主机 然后放上了wordpress原代码 主机和代码都是绑定好的 用户直接登录网站 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使用 不需要自己再下载原代码 然后再上传服务器 还要购买服务器 做域名解析 这两个产品都需要做域名解析 wordpress.com这个产品 它相当于是一个wordpress原代码 加一些主题 然后再加上一个主机 打包的这么一个服务 每年需要交钱 如果不交钱 它就会停掉 而wordpress.org呢 wordpress.org的提供的wordpress原代码 是免费的 终身免费的 开源的 可以终身升级的 但是它需要咱们自己来购买一个空间或者服务器 这个空间呢 可以是比如说阿里云的国内服务器 或者香港服务器 或者国外的很多虚拟主机或者服务器都可以 价格呢 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 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 买完虚机或者服务器之后 然后把wordpress原代码上传到这个服务器上面去 然后再把域名解析到这台服务器上 并且做相应的设置 这样就相当于是一个做好的wordpress网站 一个基础网站 而这个基础网站呢 在wordpress.com这个产品里是打包好的 自动完成的 用户只需要注册登录就可以使用 另外wordpress.com这个产品呢 它已经集成了很多主题 这些主题都可以免费使用 而wordpress.org这个产品呢 我们只能自己去网上去下载或者是购买主题 然后自己来上传自己设置 感觉上wordpress.org很复杂很麻烦 但是它的成本低 可操控的范围很广 比如说要做电子商城啊 要做一些定制的东西 它都是可以做的 而我们说的就是这个.org的产品 这个.com的产品呢 如果使用最贵的这个版本 就是199港币 按年计费是每个月199港币 看似功能很强大 但实际上允许用户自定义的东西并不多 它是有很多限制的 毕竟是wordpress自己的服务器 而且是它的原代码 它的原代码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只能去用 刚才下载断了 重新再下载一次 国内现在还是5.0.3 好了 wordpress 5.1已经下载好了 我们把它解开 看看都有什么 是一个wordpress目录 这个目录解开之后 一共占用43.9兆 文件是39兆 wordpress里面一共有三个目录 剩下都是文件 通常情况下 我们用到最多的就是这个目录 wp-内容的目录 这个内容的目录 沾用了四兆也不多 这个内容目录里面 包含了主题目录和插件目录 也就是说以后会把 Avata主题上传到这个目录 如果是从后台上传 会自动上传到这个目录 wordpress的插件 会上传到这个目录 关于wordpress就讲到这里 下次可见